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来到川姐种菜频道 春天来了,喜欢种菜种花的朋友,该到育苗的时候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我使用了好几年的自制育种的箱子 就是这样的箱子在盖子里面装上100瓦亮度的LED灯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育种箱 箱子里面寸上反光的锡箔子,可以增加光的反射 这样的箱子能够满足育种需要的几个必要条件,即保湿保暖光照 总之最佳发芽温度在25-30度,湿度在50%左右 在加拿大这样寒冷地居冬天不仅冷,而且还很干燥 即使在室内环境中也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 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箱子,放在室内育种就非常的容易了 里面的LED灯不但可以给种子光照,还能带来热度 盖上盖子以后,非常好地维持了里面的湿度 这一盒姜豆是我五天前种进去的,已经可以移栽了 我用这个方法育苗了好几年,如果种子没有问题 不但出苗率非常高,而且时间快 小温室内各种蔬菜,例如番茄,萝卜,纳椒等等 都是在这样的育种箱里完成育苗的 完全用不着买电热育苗电毯 非常的经济实用,而且自己很容易动手制作 每天打开来看,也非常的方便 室内温度在摄氏20度的话,里面的温度可以达到摄氏27度 湿度可以保持在50%左右 对于很多蔬菜类和花类育苗都完全没有问题 家庭种子爱好者碰上问题,其实稍微动一下脑筋 就可以自己动手解决,节约很多不必要的花费 既解决了问题,也带来了快乐 住在寒冷地区种子爱好者 如果您现在还在为育苗困惑 可以试试我的这种方法 其他的朋友,如果您有使用育苗容器的经验 也请在下面分享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,点击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次见 こちらGG 收版的一方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